小米01810日前终于承认由创办人雷军领军造车,并透露计划10年投资100亿美元,约780亿港元。 昨日在微博上又传出一张雷军与一众中国电动车创办人的合照,似乎显示小米对造居可谓志在必得。 根据新浪微博流传的照片及信息指,雷军在小米总部内邀请蔚来汽车李斌,理想汽车理想,小鹏汽车何小鹏,以及比亚迪总裁黄泉福等出席聚会,而随以上数人外,台下还助着美团行政总裁黄卿,地平线创办人余海,迪迪行政总裁程维等。 黄卿昨日又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赞雷军,雷总真是劳无加战神。 他曾透露,雷军一天开过23个会,非常勤力。 另据内媒报道,中国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企业曼向前朝行政总裁老委鼎承认, 参与了雷军组织的聚会,但表示该聚会实际为商学院同学聚会,而非主要讨论新能源造车。 资料显示,小米于3月30日公布,董事会已批准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立行,并成立一家全资子公司负责智能电动汽车业务。 首期投资100亿元人民币,预计未来10年投资额100亿美元。 由雷军兼任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的首席执行官,雷军称,他个人本来并不愿意造车。 手机业务担忧会让小米团队分心,而且汽车工业非常复杂。 投资周期长,动摘数以10亿元,同业也已经赶了5.6年,担心小米进入造车行列可能太慢。 他相信,小米进军车坛,至少要做3.5年才能见效。 又指集团首持现金余额1080亿元人民币。 小米,亏得起。 小米,亏得起。